我認真講話 剛剛鄭大哥就有我講笑話 徐醫師幫我佐證一下 急診室看到男病快進來 我急診室我以前常常跑 很奇怪 那個男病你受傷回來也有 我們看到姿勢就是擺下面 他根本不是送我受傷那裡 他受傷頭部 不是很清楚 但是還是擺斑 奇怪 我本身就擺斑 這個是很常見 這個是真實發生過 就是說兩個男女生在偷情 剛好那個有探照燈 因為要來桌間就照下來 照下來以後 兩個人其實是透光光的 結果男生是真的是蓋這裡 女生是蓋臉 女生不讓人家知道她的表情 那男生就是願意讓人家知道 她是誰 但是她蓋下面 可憐 沒說蓋精采 好 回到你這邊來 那結果你這個選擇保留的時候 家人有沒有反對 沒有 當時我自己一個人 在獨棄的那邊去飛行的 所以我就是一個人 那你這樣子決定的時候 醫生也尊重你嗎 醫生也沒有 那我沒辦法 就是我就是不願意 那時候當時的我自己的感覺 就是說你覺得我的腳 就是拉掉我的生命更恐怖 可能每個人的價值不一樣 但對我來說就是我就是要自由 但是你現在好像把我最基本的身體的自由都拿走 所以我是 所以你後來做輪椅做了多久 還做了半年 半年 那你是怎麼好的 我拿個也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因為雖然說 半年你還講漫長 有多少人 沒有啊 我跟你說病的時候 我一天一秒都漫長 真的 那一個痛喔 就是時時刻刻提醒你 那我的個案是比較奇怪 就是說還好我還要醫師的時候 他問我 我不同意 所以他也要 後來我就暈過去了 死血太多 那當他幫我退在手術室裡面 做了很多手術 醒過來是三天以後 那當時我忘記 我完全沒有了這段記憶 原來醫生跟我說過就把我的腳鋸掉 我知道我發生意外 但我忘記這一段 對我來說一個太恐懼 其實這種狀況還是會有著 你好像選擇就把我的記憶散掉了 那所以原來就只有我一個不知道 我的腳可能一個星期以後就會壞死 就又鋸掉了 醫生硬把我的腳借回去 但是他都跟我的朋友說明白 借回去是沒用的 如果血液沒有揉過 他壞死還是有鋸的 所以大家很緊張 看我沒有說這個事情 他們也不敢提 就是每一天來 好像在幫我檢查的時候 一直看你的腳 對 我以為他們在幹嘛 還一直抓我腳底 看我有沒有感覺 我想說你們不要怎麼壞 因為很痛苦 完全全身都不能動 這可是你把我撈這樣就對了 所以你的腳一直有感覺的 對 我一直有感覺 你會過一個星期以後 醫生就拿了一個報告來說 哇 這算很神奇喔 你的腳又能極極的保留下來 就是不用鋸掉 但是又有一個不好的消息告訴你 就是你的腳踝 那個骨骼裡面 他們還是找不到用何血液的摟過 因為血管裡面已經斷了 他說你的骨骼慢慢會壞死 以後大概有一年的時間 一年的時間 你就緊骨骼都會脆掉 然後就可能會踏毀了 那我說醫生我有什麼可以做 說對不起沒有東西可以做 你也不用說現在又鋸掉還是什麼 你可以慢慢等它 真的塌了以後再決定 那有什麼藥可以吃嗎 沒有藥可以吃 沒有手術可以做 那我說就是一年以內 我就慢慢等它 慢慢慢慢哭掉呼吸嘛 他說對不起就是真的只有這樣 然後說關節可以換嘛 他說關關節 膝蓋的關節可以換 但腳踝那個對不起沒有 就是有的要非常不成熟 不能也沒有用 所以當時我自己好像就是 Friend這件好像很奇蹟的 留下來 生還下來 但是告訴我你的奇蹟 跟你的腳只能還有一年可以相處 對那以後 剛開始我還是接受不了 我已經想好OK 如果到一年以後 我真的假如不能走的時候 壞掉的時候我就自殺了 我已經想好 就是我還是不能去的時候 我一開始發生這個意外 那經過一個很長的時間 我是怎樣呢 待在醫院裡面情況穩定以後 我一開始我就跟醫院裡面說 我要回香港 我不待在接你 他說你現在這個狀況不適合離開 我說我不管 反正我就又走 反正我再接你 我就對我來說就等死吧 以後你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幫我做 然後回到香港 我就去運回香港 那時候就是有個醫生 帶著我回去坐飛機 一到飛機又送去醫院 做了很多的檢查 找了很多的醫生 都是同樣的結果 是說沒辦法 你的腳踝我們沒辦法 你只可以你直接等它 那就給我很多的止痛藥 很強很強的止痛藥 因為那個骨骷 它唯一的症狀就是痛 很痛很痛 因為這個痛就是看著你 那個骷死的狀況越重的時候 它越痛 那我就說OK 如果是醫系統沒辦法治 那我就找別的 因為一開始我還是覺得 我從小到大就是蠻靠自己 什麼都很記性的一個人 我就覺得好 我看我的醫治 一定可以把這個 病治好的 那這邊沒有我就找別的 那是找中醫 找很多其他的 巨顏療法 什麼奇奇怪怪的 民間的偏方 找了很多 大概有差不多三四個月 還為自己偏了一個很 很瘋狂的治療計劃 從早到晚 比我上班還辛苦 其實那段時間其實很痛苦 因為每次去做治療 都是很痛很痛 都是很多的眼淚 講到這裡我先請教一下 鄧醫師 你覺得今天也 我們好像在反對醫療系統一樣 因為那個醫生說那個要鋸掉 他堅持不鋸 結果還是好了 還現在來上節目對不對 你是照理說要切掉 要化學治療 你都沒有做這樣子 其實我在聽兩個故事的時候 當然都覺得非常敬佩嘛 然後也為了兩位活下來 非常喜悅 可是我從剛剛開始聽聽聽 我其實心裡面越來越沉重 因為我會想到很多臨床上面 我遇到的個案 包括家庭的 個人的 也就是他們來了說 醫生跟醫生說 比方說醫生說我兒子的腳要鋸掉 然後他一直不願意 對 可是我要不要強迫他 或者說他現在昏迷 我知道他醒來是絕對不願意 可是我要不要強迫他 那醫生說這個不切掉他就會爛掉 那是一定嗎 我問醫生是不是一定 醫生說世界上沒有醫生會跟你講 百分之百 那也許你兒子是奇蹟 可是我不能承諾你奇蹟 這種痛苦在決定說 要怎樣不怎樣其實很多 那我其實也遇過很多人 他在一個一個 比方他宣判癌症 然後他來找心理醫師 他極大的痛苦 他沒有辦法冷靜下來 他也沒有辦法 就打定足以說我就是拒絕化療 可是他也沒有辦法說 我就是交給醫生 醫生怎麼搞就隨便他 在那個掙扎的時候 其實我想許醫師應該很清楚 那個掙扎的時候很痛苦 因為你要為自己負責 沒錯 然後這時候所有的人 都有他自己的難處 例如你的朋友 醫生朋友或什麼你的家人 他們都會找向一個最心安的方式 就是盡量做 對 交給專業 對 可是這中間 你要為自己做一個決定的時候 你要有足夠的心理強度 那個心理強度或許是會讓人 就是你今天不管做了什麼選擇 你活了你也沒有怨嘆 你就算是要死了 你也不會來後悔說 三年前我化療就好了 那種心理強度是這個奧妙 可是我覺得現在可能很多 觀眾朋友在聽的時候 也許家裡面有人正在面臨 這個抉擇的時候 會很希望我就是那個幸運的人 我不用做那個很糟的照扣 可是問題是萬一不是呢 對 萬一不是呢 我現在就是說看電視的朋友 可能會覺得說那我也不要 我也要拒絕 可是醫療系統不是我們相信 那麼久的專業嗎 等一下再來請教許醫師 有很多醫生給你買嗎 來 我去休息 請問